西里里有多高贵 绑低俗我们清低 西里里有多高贵 绑低俗我们巴费 有利无利做你自己 低俗频道我低俗 但我舒服 拳风针着邪恶泪 大刀劈准无理事 凤星期四晚8点到9点半 调理龙毛兰花系主理 现代蠔合传 客家佬 牛精文 燕妓 大咪 啤梨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9日 第28集的现代蠔合传的第一节 我是啤梨 燕妓 大咪 牛精文 柏家佬 我们好像试过一次齐人 今次是第二次 就是我们的Jingle 数不到三次 叫齐脚 在节目开始之前 燕妓有些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在他们分享之前 我有两件事要讲一讲 第一就是 你知道我们是网台精 特别是本台的节目 我当然要听完 我发觉 原来我们的台长 因为上个星期一 去完我们的兰花夜宴 就跟大佬东 和B1 他们有些爭吊 竟然说出一句 很大逆不道的说话 就是 当然兰花是更重要的 但是 台长就是放我们上台 我们基本上 你来不来 你来我们再多一百几十 第二我要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金主 昨天他就叫我记得要听 看直播 不要只听 我都认同大佣有乐 是一个要看的节目 但是 很遗憾我实在太多事情做了 通常我呢 就是听网台的习惯 是一度打机啊 看书啊 whatever 拖屎啊 之类 就做一些东西 我不会看的 但是呢 昨天晚上《大佣有乐》 都是很高水准 搞到我们现在呢 真的很辛苦 因为有个目标要追 就是想超越 因为好性 但是又明知超越不了 因为真的 今天和过往一样 是没什么准备的 那 希望今晚的节目 不过刚才我们 臨上开咪之前 比礼拜 就继续了一些东西 希望可以说了一个半钟 那鞭鸡有什么 跟大家说一下 好 前几天星期一呢 我就 参加了我的朋友 欧新鸣 JOYO 一个CD launch 的party 嘩 等等等等 我完全失觉了 欧新鸣呢 我们都很喜爱的音乐 就是小岛 以前小岛 你都这么想起 哈哈 糟了 原来是 就是 原来是鞭鸡的朋友 所以他们的气质也接近一点 就是幼小一点 藝術界 跟我们是乡下佬 那气氛很好 在这里 希望推介给各位 族友 支持本地创作任务 是的 全新的英文专辑 英文专辑 那就是 你刚才提到 大家最好 不要去HMV买 因为是贵的 是的 是贵的 如果是CD wear houses 那可能是100元 或者105元 105元 或者可以去iTunes 订 但是就 80多元 好像是80多 85元 但是有CD拿上手 好像是好一点 是的 感觉好一点 可不可以呼你 叫欧申明跟他签个名字 试一下 可以的 试一下 那就贏我们 不是的 iTunes有个好处 就是你买了之后 永世也是你的 你买了CD 永世 CD会坏的 通常都没有人听CD 你倒米 人家想多收十多元 要买个硬帖 有个签名 你不在买了 你不在买了 一直咬下去 我认识 我知道 永远都是你 那人死了 我说是不是你 死了你 遗产 你用了你 你用了你的孩子 你用了你 你用了你 原来把你发掘 你用了你 原来对我妈不住之内 OKOK 收到 我初时就以为 是下星期一 才是23号 想呼籲大家去大蝶歌, 原來過了的, 大家支持一下本地創作, 還有英文歌, 英文歌, 我們這麼本土的人呢, 我們南瓜這麼本土呢, 當然是很順順的嘛, 一是我就大廣東的, 我認為廣東歌最好聽的, 八九十年代那些, 七八九十年代, 剛才我們開車來都還在聽鄭少秋, 現在想唱幾句, 誓要去, 今天呢, 我們節目其實說是, 沒什麼準備, 也有很多話說的, 那我就想說一些輕鬆的東西, 其實本來我就不想說中緣那裡的, 因為其實都沒什麼好說, 法理上就是, 因為這個基本法就是禁忍賓州, 看看跟誰的角度看吧, 那我們就先說一些其他東西, 先說一下中緣那裡, 就是說不要說的, 因為上個禮拜, 其實這幾天, 我們是有上來這裡買T恤的, 然後他就說, 哇, 這兩集很冷靜, 覺得很冷靜, 我就問一下他, 為什麼呢, 他因為你們吊得很冷靜, 他說之前那幾集很冷靜, 很冷靜 鄭少秋, 我不是這樣悶悶, 但我一集都回去自己聽自己做節目的, 我覺得我們節目有一個很特別的風格, 就是過半小時之後呢, 大家不會有什麼得著, 就是不會有什麼營養的, 但是呢, 很熱鬧, 真的不悶的, 我覺得我們節目, 就是對比其他很多友台, 有些節目真的會悶的, 鄭少秋, 他經常說很冷靜, 那我立即是高呼幾集是怎樣的, 原來是因為我們沒有什麼, 鄭少秋, 就是那些, 他就覺得很冷靜, 你不停, 鄭少秋, 拍了台椅子, 像那天我看到何方呢, 昨天我早兩天去買雨, 加上車, 鄭少秋, 看到那些傻子在花園街, 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何方晚上, 鄭少秋, 一人在花園街出現,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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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少秋, 我見到他, 他一見到我就, 鄭少秋, 你這集好冷靜啊, 為什麼呢, 原來是喜歡別人吵, 其實這件事我們都知道, 大家就是想找個出氣位, 但吵有時都要找些人拿得著我們, 喂, 拿著我們其實不容易的, 即是我們都幾十歲人, 你想想香港這麼冷靜, 鄭少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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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今天我們看這個, 鄭少秋, 我想說回一些輕 鄭少秋, 之後呢, 現在是鹹流就殺到了, 喂, 我搞不清楚? 這裡就搞不清楚, 又有H10N8, CH7N9, 鄭少秋, 你好想看, 但是住在之前的H5N1, 鄭少秋, 我完全不想ists 怎樣解,怎樣的分的, 我就完全不想 因為H7N9,就算那些雞中了一百隻雞,你看它是沒有徵狀的,現在就暫時堅決說是不會人傳人,但又有幾條雞中了,香港看我講,對不對? 你有沒有說好的,早幾年H5N1是幾年前的,客家佬?有十年了 那時候就說已經要考慮全面取締活雞,那開始的壓力其實來自哪裡?雞飯? 開始就說雞飯,現在雞飯等你賠,還有兼甲,那時候已經收了很多雞,雞排 最重要就是市民壓力,為什麼我突然想講開這個話題,我昨天我媽就70歲了,說開,我媽是一個雞王,她很喜歡吃雞 無雞不歡,無雞不歡,可能以前窮,吃雞很大件事,帶到現在都覺得是雞,很厲害的 她竟然說,人家多餘,冰鮮不一樣,因為以前我們經常覺得雪藏東西硬挖挖挖,那些五元隻的丹麥江雞,一層雪味不太好吃 那些雪藏雞,和冰鮮,冰鮮雞其實現在冰鮮技術是很新鮮的,冰鮮都可以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到現在,今時今日,屌你還不去弄好活雞輸入呢? 因為我昨天聽到的理論,我不知道是誰是屌屌議員說的,即是屌屌議員來的,但是挺有道理 肯定是屌屌來的,是屌屌來的,因為公民黨好像,公民黨也是屌屌的 但是有道理,我們不會因人,或是因黨肺炎的,他就說,因為如果你停止輸入活雞 可能令到本地雞農的雞更加好埋,因為香港是很肉緊的,我們本地雞 好緊的,差不多是,哇,又抽血清又成,很厲害的 大陸雞,那大家,屌屌不言而語,你去挑戰上面的尺度嗎? 而上面呢,出現了一件事就是,屌屌屌,就算明知自己這批雞做事,他都不會出聲,不會通報 當然是適合,一通報就要做事,不通報就繼續做生意,起碼整個社會穩定 那屌屌屌,為什麼說好的,屌屌屌,停止輸入活雞,到現在都搞不定 現在這個,屌屌屌屌,那個死老爸這樣,衛生局局長的,屌屌屌屌屌,他究竟做什麼事 他文望八十幾,叫做沒做事嘛,文望膏 不做事, 一個樣子在眉頭上, 像死老爸一樣, 正宗父母官 他也是為我們好, 休國雙民, 溫爺爺咬著嘴唇, 他也是為了我們好 我現在有幾千億的身家, 溫爺爺咬著嘴唇, 所以有時候覺得很濟稔, 我們香港每次受制一個七樓國家, 九樓國家, 十樓人, 你哪有方法令我們不忍耐, 我們忍住不要爆, 接著就轉入直路, 說我們最新娘, 雖然老實說是悲哀, 上個星期, 施歪一個含家產, 短命的施班英, 他不是上去術職的, 你想走出來, 頭暈腳軟, 手沒有觸到 就像戴卓妍夫人一樣, 他又沒有摸, 腳軟軟, 腳軟軟, 然後最好笑就是第二天, 吶家產, 哪三個, 陳國強, 陳家強, 張炳良, 蘇錦良, 蘇錦良, 三個上去, 大家, 他們就是一早預設了日程是這樣, 你想信不信 說真的, 以前, 我們港英時代, 總督回去述職, 甚至乎回歸之後, 董建華, 和曾蔭權, 貪爭, 他們回去, 吶家產, 都不用帶文武百官, 最多帶新民官 但是這次有很多好笑, 新民官, 新上任, 我們最偉大, 追不到女兒, 吶家產馮偉光, 就沒有分上去 反而第二天, 衝衝忙忙, 張炳良, 那些是無線顯見師, 啊不是, 是主流日程, 基本上 安排了, 安排了, 放明是, 老闆呢, 見到你們的短命都眼淵 叫你老闆, 你在問你什麼下巴, 都是蝰蝠叫空, ứng一直 Exeter, 你 humili這些下巴就不魚, Sierra 25點子不行 就肥肥忙, 問題由コマ霽 fund 讓你們想知一下 嚴嚕不上去拍攝, 去童 dock那裡 但街示牌的電腦又怎樣, 沒有呀, 那都不管 沒有, 那樓房很有用, 而不知道這樣, 欸然後 結箱學債 你老婆你玩這些花招?你老婆你這個混蛋?你老婆臭屁你當我是香港那群雷民嗎?七百萬人被你騙嗎? 你老婆是個共產黨,你老闆來的,你老婆臭屁嗎?你老婆臭屁啊?不能見你,你這個混蛋,那就割券了 那時候就被人插頭了 那接著順手就按個電話,speaker phone,夫人,即是叫我服務員,即是叫我秘書之類 你誰做房屋的?因為現在香港,為什麼共產黨的模式,大陸最習慣派錢? 大陸也是,喂,屌香港亂,那些人民心不歸,就是因為沒有樓住 那於是蘇錦良和張炳良都是有關的局長 那叫陳家強,陳家強就是金融,那個財經事務部 那都是這些實幹的主理這些部門的局長,上去問回他們 那你梁振英你還硬,你拆你下什麼面子呢? 但是我說想可悲,我很心涼的,我見到那些說我欣欣嘴笑 屌你平時我很少看新聞的,那時候爆血管 但是一想起屌你老母,那你還說什麼一國兩制呢? 你本來是一國兩制,應該是一個換季旗的,魏製鄧港港的 那你梁振英是我們特首,就應該去主理香港事務的,本來 但是現在怎樣呢?現在直接是驚人,李克強也好,習近平也好 總之主理有關香港事務的最高方面,就直接指揮那些局長 或者遲些就指揮那些公務員 屌你老母,香港還說什麼? 於是乎今天呢,屌你老母,這一段說話呢,我還沒說的 我看看牛精文,我最緊要是失禮馬 牛精文有什麼反應呢? 今天,剛剛下午,就港澳辦主任王光雅 就回見北京術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王光雅呢,就在會面後被問到公民提名是否遍離基本法 他就表示,遍遍方案遍離基本法 大家很清楚,我會尊重提名委員會這個限制 你們要尊重提名委員會這個限制也都很清楚 那麼,對於特首要愛國愛港的定義呢 如何落實到法律之上呢? 黃光雅又說,什麼行為,什麼言論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 大家都很清楚,例如支持一國兩制,支持香港繁榮穩定 這些都是肯定的愛國愛港的行為 去重申,不能夠對選對抗中央的人做特首 至於什麼是對抗中央,大家都很清楚 屌你老母,哎呀,牛精文說兩句 就是共產黨說一件事,屌你老母,家產 屌你老母,家產 屌你老母,現在唯有這樣說,有什麼好說 他都說了這樣,屌你老母,你要屌的狠一點 屌你老母,你屌的狠一點,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吃飯的時候聽見,屌你老母,這個芝麻綠豆,港澳辦主任 屌你老母就在那裡指三道四,因為為什麼呢,我老實說 屌你老母,我們經常在那裡鬧交那幫賣港賊 包括那些極高屁股的偽民主派或投韓民主派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極高屁股的 因為,剛才我在公司裡,陳文,你也在那裡,牛精文 有一個大陸國來的老闆,那個女人都說 屌你老母,上有,他說香港就變成一個大陸城市 他亦都準備,叫子女去澳洲 他叫子女去澳洲,真是低格的 因為為什麼呢,你老母,你上有政策,下面都有對策 各個散市,你這裡不是嘛,上面有個政策 甚至乎不用政策,你這幫混蛋已經夾定屌 屌你老母,因為你們是不言而語 屌你老母,他們說的,徐定庫 屌你老母,揣摩上意 屌你老母,你給我,屌你,我是共產黨 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就得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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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我不要說那些常委那班,就算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說各國語,抽下去 屌你老母,當然要,屌你老母,那你說什麼 現在林家產不斷在說這些事,是視你那些人有什麼反應 屌你老母,沒有反應就又進一步 屌你老母,沒有反應就又進一步 屌你老母,現在老實實說,有人就說完全不應該做任何事 屌你老母,有些人甚至乎絕望到,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你現在老老實實說,我們常常都會覺得香港人的抗爭意志 其實都沒有什麼 屌,沒有什麼,好少,真的少 屌你老母,去一點點又要被人屌,我們上街屌你老母,不打人,又要被人屌 打人又說你暴力,屌你老母,行頭,屌你老母,自己不被人拘捕,又要被人屌 屌你老母,是有些人,有些人,我講,是會因此而弄不太多事 不過幸好那些不是我們的風格,要是呢,起碼我自己 我從來是不理人的,從小到大 但這件事也是我最引以為傲的,我是完全不理人的看法 屌你老母,如果要為人家的感受來做自己的事 那就真是很大力 另外 那我們呢,今天呢,真是拉寶都拉不了這麼遠的 節目呢,第一段呢,我們其實有一段片呢,是做了出來的 那呢,是不是算有水準呢,就大家看一下 這段片呢,我想會再撿一點點東西,告訴大家一些意見 那接著這段片就會在全港的各大主要的 全球話音 頻道啦,就是youtube啦,youtube啦 甚至乎可能我們都會看一下沉上傳 去一些大螢幕,譬如銅鑼灣啦 中環尖沙咀,時代廣場那些 時代廣場,當然啦 時代廣場就在聊天 那麼,預算方面呢,有老闆支持的 但是呢,我看一下那些 黃金商場,深水埔 那些,大家有什麼意見呢,就可以給我們一些 那這段片呢,真的是全球首播的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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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香港是我們的家 今次今日搞成這樣 大家都不理,我們就走出來了 平靠中共 豐服nymi的就是農愛 是 Video,是 即是機 Boysляется 那家人龐山 隴道 是效果好吃 多用這句給我 劍走 schö wished 好嗎 這らい apart 就說欸 你好 迷你 你們有甚麼失控 好生氣 我老闆 我們走出來就不怕被人說愚蠢 什麼才是最愚蠢 自己住的地方任人強姦 自己的未來不是自己作主 那些混蛋 天天說謊 大家都不敢做事 大家醒了 一切條理龍目 爭取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自己的地方當然要自己作主 再不醒覺 再不做事 最愚蠢的是誰 天公地露 條理龍目 天公地露 條理龍目 天公地露 大家看完這個首播 Chuck Room的朋友給點反應 如果一就覺得OK 起碼OK 不要說是不是很OK 二就不OK 這一段片我自己有點嫌棄 第一就是我那段V.O我錄的 但是我覺得錄得太快 第二就是 臨尾那首播 人太少 人太少 因為那天我們只有十多人出去拍 十多人 但是有些是做了 有些做了演員 做了演員 做了奸角 那變了 就不可以上去 那是看看那裏 找其他影片玩 我們再拍 起碼只有五、六十人 你才是臨尾那個氣勢 喂 你這個Chuck Room沒有反應 糟糕 司徒仔說黑白扮藝術 黑白扮藝術那件事 可能他又不知道 他是得罪了香港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廣告句子 你金主也買去拍 你金主也買去台獎 金主也買去拍 好了 說回我們那個 進回正題 Lice Worker Angelo 這是有一或是年紀大 還是金主 金主來的 有一或是金主 金主來的 OKOK 我經常不懂得分 好了 說回我們 都難以逃避 就是這個申請 中援居港七年 就法庭 中心法院 就裁定了違憲 閹雞說一下 即是 即是 第一天之後 就有三十一宗申請 哇 你這麼快跳到這裏 是 其實 幾個節目都講過 我們在法理上 我們作為尊重 也維持了法制的人 我也覺得 沒有什麼好討論 有什麼好討論 你會寫到這樣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只能夠怨的 就是怨這個基本法 就是太冷的賓州 一宗又是一宗 含糊不清 那時候他們的想法 就是 我小時候一點 但是 我們都會 我店裡也有幾個基本法 那時候他們的心態 就是 中英的代表 就是要 宜歡不宜緊 就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 在共產黨 就是這樣去演繹 那你寫得很清楚 一本基本法裡面 竟然出現了 有香港領土居民 和香港居民 兩個那麼分別 OK 那我要屌 我如果要屌 就是屌 第一件事 就是 政府真的好冷賓州 這些個案子 一個半個 你有著情權 你就給他 或者你可以不給他 不給他 不是因為他 未居港夠七年 是因為他 資產審查 譬如他兩個兒子 有未簽 小子 很多方法他不給他 或者甚至乎 你背著眼給他 好了 現在有個案例出來 今天 又多了三十一個 案子 就是未居夠七年 就說要去申請這個綜援 陸續有來的 OK 我們讀一點點 因為法庭就是這樣判的 它說政府有權 根據經濟條件 社會需要的改進政策 要視乎去限定中門 但任何新家的限制 都可能會受到法律的挑戰 法院有權作憲法層面的覆核 中院認為政府在2004年起 規定中門申請人 其實這個是行政措施來的 規定中門申請人 居港門七年的限制 是沒有合理的基礎 亦都沒有正當的目的 政府聲稱 這樣是為了節約金錢 令到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維持 但是法庭是不接納的 因為省的錢是微不足道 而且有關限制是抵觸了單程證 令到家庭團聚和宣援人口 兩項重要的社會政策 你倆就大膽了 在法庭上我對他沒有質疑 根據《基本法》這樣判 我都覺得是很厲害 但是 現在的民情很兇勇 我都不敢上Facebook看 包括Facebook、微信 那些傢伙都不敢上Facebook 即是一面倒Facebook 那我就想問一下 為何政府不釋法呢 這次 袁國強 Facebook 你以前最厲害的 一覺得 Facebook 蝕著的東西 就釋法 這次你都可以釋法 那如果不釋法 他們又接受 他說盡量不釋法 袁國強說 是不是你想目的 想多些人更加下來 就是拿錢呢 因為其實講到尾 那個 其實最關鍵 就是我們那個審批權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實在說 拿回那個審批權 拿回那個審批權 憑什麼 是不會給你的 一定不會給你的 他當然不會給你的 現在每天下來的那150個人 究竟他們是不是家庭團聚 家庭團聚我覺得合理的 合理 但問題中間也是 有沒有其他人 是的 因為我們沒有審批權 我們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他家庭團聚 是不是跟家庭團聚成問題 原來你說 好像這個孔子 死老公的 死老公那個 2006年 11月持單程證 來港 2006年 總之今年64歲 不用說 今年63 你想想 第二天 就死老公了 可能老公是重病的 你本身是吧 其實 其實 但是如果這些 你說在有審批權的國家 哪有可能啊 很簡單 你自己講得明白 是為了香港人口老化 你現在這個 說真的 過50歲 過半百歲 來香港 所以這個是符合家庭團聚的 都符合的 但是 審批權 其實你去任何地方都好 審批權呢 你家庭團聚人道理由 是有分計的 於是乎你 比如說 你兒子六歲 你當然要第一次 你有分先後 你去美國去加拿大 你兒子十八歲的 成年 二十歲的 是不是那個分數又小 因為他就要獨立成人 懂得說當地話 又是計分分 你現在這樣搞 今天有三十一宗案件 每個人都很淒涼 你最生氣的 有很多團體 包括今天有團體聲稱 我做了三張 我看就看不完 那麼多了 最主要就是這個社區 何希華那個 社區組織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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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就說明 今次這個中緩 就是不牽引到 其他福利上面的 中緩是一個最基本的需要 但是他已經準備了這個 何希華 就挑戰公屋 是不是 再去司法覆核 賤人中的賤人 我基本法 捨得黑 我就沒戲吵了 也有一個流氓國家的演繹 也有一幫奴才 就是我們政府官員 屌你老母 於是屌你 就屌你 踢高樓油給人屌 繼續放人 屌你老母 但是這個何希華 這些混蛋 是什麼人 屌你老母 何希華 今天就是一個行家產 你不要跟我說 大仁大義 老老實實說 根據數字 因為政府做出來的律師 這麼笨笨笨 這個政府律師 因為要省錢 原來即使是這樣 是說七億 七億是很少錢 即使給你的那幫 未夠住滿七年 每一年多花七億 是不要緊的 但是 我也不說那個 你現在這個何希華 包括還有這個 我們的親家是誰 蔡九 蔡翔 他們還尖尖自喜 成功爭取 說成功爭取 司法覆核 贏了 那是怎樣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這幫香港人 堅決不會投票給他們 所以他們堅決要討好 沒錯 新移民 這幫搶民建議 新票員 屌你老母 你說你什麼混蛋 又是肉依孫 當日 我們在大埔 不過幸好我們都 客家佬都屌他幾下 因為我們在大埔的時候 跟阿曼必 做街站 經常撞到的 去到後期的時候 開頭我們都要就住人民力量 不要了不要了 但是去到後期 都要就住 沒有 蔡曉翔 你老母 臭汽難種汽什麼 含家產 你老母大陰醇 你老母 只是說 短命總含家產賣香港 都是這樣 客家佬都屌幾下 他直接看到我們要收工 閃啊 閃啊 不夠眼神望我們 所以你說 你老母 現在你香港 去到這樣的階段 你基本上 我們是 其實問心那句 是絕望的 是等一個機會 反台 你才可以搞 是不是 如果不是誰可以搞 那怎麼反台 唯有佔領中環 下次再說 師徒仔幫個麥克風給他 想嘆精細為底 食鮮為常的順德菜 當然要光顧五十年的老店 正牌順德圈記啦 位於油麻地 渤蘭街地鐵文明里 出口的圈記 持名同胞懷舊小丑 爽脆白灼鮮魚皮 正牌手打靈魚球 正 天記首次的新鮮肥牛 和各種新鮮的生料 每日生湯的順德河鮮 打邊爐一流 無論小炒海鮮 粥粉火鍋 不怕功夫多 只講究質量新鮮 堅持傳統味道 還堅持收街坊價錢 圈記訂座電話 2332-8980 記得達多低俗頻道 周公子介紹 爆你食到捧著他兔走 嘶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